从中国广东到新疆,再到甘肃兰州,已在中国生活15年的加拿大人约瑟夫现在是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的一名外籍英语老师。 近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他与中国结缘的岁月,儿时的他身材瘦弱,成为了学校里大男孩的肌腹对象。 13岁时,约瑟夫从电影上看到功夫巨星李小龙,目瞪口呆的他如获之宝。 之后,他从书本开始自学,跟着电影中模仿动作,但时常弄伤自己。 现于当地没有教授中国功夫的武术馆,他进入跆拳道馆学习。 当我第一次学习中国功夫,我认为13.5岁时,我认为非常脆弱,非常短。 然后,大男孩一直在学习。 所以,一天,我认为 Bruce Lee,他也是很脆弱,短,李小龙。 我说,哇,我可以做这个。 从电视频? 从电视频。 从电视频。 我说,我可以做这个。 然后,我告诉我家,我会试试这个。 这是中国功夫。 他们都在笑。 我说,没有人能做这个。 只有中国人能做这个。 我说,我会展示,我可以做这个。 我从第一次学习了自己的书。 我试试了这些书,我经常做的动作, 我试试了自己的经验。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一朝以逝中探解中国功夫的同时, 武术中所弘扬的谦逊、狭义和友善待人, 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更吸引着约瑟夫决定来到中国,留在中国。 他的妻子奥莉是一位新疆姑娘,一直陪着她练习。 2018年,约瑟夫在兰州开始学习咏春拳。 我去年,我加入了文春学校。 我第一次学习咏春。 咏春? 是的,英语我们叫它咏春。 我参加了他们,我学习了九个基本的步骤。 然后我休息了,因为我要在家在家常常习。 然后,我后来有机会,我再回来, 学习更多的温瑟夫决定。 习武的这些年, 姚悦瑟夫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性格更加幽默谦逊。 热爱中国文化的他,喜欢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感受, 通过文字和镜头记录下来,分享给自己远方的家人朋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给我们看你的视频。 感谢观看